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 哎 小伙子 你怎么了 你醒醒啊 小伙子 谁 谁 谁 我车上也没有谁啊 你先起来 来 我扶你啊 来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来 哎呀 来来来快吃点 吃点变快 快快 先喝点水 慢点 慢点吃 吃饱了吗 那你住在哪啊 我送你 我没有家 啊 那 那你 姐 你是个好人 好人会有好报的 姐 你就收留我在你这吧 可是我这也不方便呀 而且我这也没有住的地方 姐 我可以帮忙 不会的 不会的我可以去睡 只要你给我口吃了就行 我大地坡水沙发都可以的 我实在是没有地方去了 那就先住着 我慢慢想办法 好 谢谢你 谢谢 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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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你怎么了 啊 没事 姐 我发现你最近总是心事冲通的 你肯定有什么心事吧 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姐 姐 姐 我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 你告诉我 我可以给 哎呦 你做的还好 自从你来了以后 给我减轻了很多压力啊 别搁了 你把这个钱拿着重新去多份工作吧 姐 姐 我不做 只剩钱 我也不会要的 你必须做 你 难道你真的就那么在意别人的流言蜚语吗 我实在是承受不了这个压力了 你就走吧 棒棒姐 好吗 我只有在你身边才能帮你啊 我说的话不关用了是吧 你不听我的话了是吧 姐 走啊 姐 快坐 姐 走吧 姐 姐 嗨 萌子 你这个臭小子 你怎么回事 走这么长时间 一点隐形都没有 还我担心死了 担心什么呀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那你怎么又回来了 姐 我跟你说实话吧 当年我离家出租 是因为我家里 有让我跟一个 对事业上有帮助的女的结婚 但是我拒绝了 出来之后 我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 所以就受了几天哭 再后来就遇见了你 姐 我这次回来 我就再也不走了 你不说什么呢 姐 你随时当庸圈相保 当初我给你惹了 那么大的麻烦 所以我要对你一辈子都负责 从我走了以后 我在你这儿学到了技术 后来我在城里也开了一家自己的店 赚了些钱 现在 车我也没了 房子我也没了 而且那房子上写的是你的名字 你放心 我会说服我的贾力 同意我们这一期的 走吧 咱们去店里 又不会 来 我被计划 乱 oops 妈 妈 怎么了 有些 慌慌张张的 妈 我跟你说 我昨天晚上我做梦 梦见我爸了 梦见你爸了 你这就是太想他了 才梦见他的 没事啊 不是妈 我梦见我爸他 我爸他跟我说 说床下面有东西 我一个人我也不敢去看 妈你陪我去吧好不好 这怎么可能呢 你这肯定就是太想你爸了 所以才梦见他 你说你爸这都走了多长时间了 你怎么还是放不下呀 妈 我就感觉就跟真的一样 你就陪我去看看吧 我不好 不过一人我害怕我 儿子 妈实话跟你说 你爸那窝啊 妈实在是不想去 你这肯定就是太想他了 那梦都是假的 你别相信 妈 你行了行了 妈都做好饭了 吃饭了 走了 妈 别想那么多了 走了 吃饭去 妈 怎么了 你回来了 快 你快坐下 怎么了这又啊 妈 我跟你说 我又梦见我爸了 怎么可能 真的 我又梦见他了 他就跟上次说的一样 还是说床下面有东西 妈 我真的害怕了 儿子 你听我说 你这就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肯定是白天太想你爸了 所以晚上就梦见他 你别想了 行不行啊 不是妈 你说这事也太太奇怪了 我这两天老是做同一样的梦 我爸每次都是跟我说 说床下面有东西 妈要不然你就陪我去看看吧 我这心里我放不下 好了好了 孩子冷静 冷静冷静 冷静 冷静 走走 妈陪你看看去啊 行吧 嗯行 走妈 哎呀你这孩子 妈 你说 不会真的有什么东西吧 哎呀 儿子 你看看 这屋能有什么呀 或许啊 也是你爸放心不下你 嗯 行 看看吧 看看有啥东西 嗯 别怕 来来 妈 我还怕 别怕了啊 进一家怕什么呀 看看这也没什么呀 看看 这也没什么呀 儿子 我看看床底下吧 床底下也没东西呀 儿子 行了啊 这下放心了 妈 那床垫子下面还没找吗 床垫子下面能藏什么东西呀 嗯 找找吧 还是 行 我找找 找啊 床底下能藏东西 哎呀 妈你小心点啊 哎呀 别怕啊 这自己家不用怕 这也没什么呀 哎 这什么呀 还有张银行卡 儿子 快快 看看这什么 妈 这不是你放了吗 我没放过这东西呀 儿子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爸已经不在了 这张卡里 是把这么多年攒了30万 很遗憾 爸没有看你 找出媳妇 从小 爸最疼你了 虽然爸放松不下的 也是你 哎 可是 岁月弄人啊 爸没有办法 陪你走下去了 你呀 爸 以后的路还很长 儿子 你以后要学会 照顾好自己 爱你的 爸爸 儿子 确实是 你爸他 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 这钱 既然是你爸给你留下的 你就留下吧 爸 原来你给我托梦 就是想告诉我 给我留了30万 妈 我想我爸 他 哥儿子 妈知道 妈知道你想你爸 行了啊 客气 嘿嘿 실팅 嗨 嘿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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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